为了让幼儿园的应届毕业生能够顺利接轨国小教育 花莲市立幼儿园带领大班的小朋友 前往了中正国小体验小学生的生活 除了是坐在教室一起上课 还参观了国小的校园环境 花莲市立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再过几个月就要变成国小新生了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顺利衔接国小生活 花莲市立幼儿园特别带着大班的幼童 来到中正国小实习当小一新生 今天我们花莲市幼大班的学生们到了我们中正国小 来这边先实习 来先到一年级的班上先实习 也先体验一下哥哥姐姐们的生活 在这边刚刚有很多我们市幼儿的孩子们很有趣 他说是不是作业会很多 上课的时间是不是比较长等等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我想那其实这些问题等到可能他们真正要上学的时候才会了解 其实我们先也不要给他过多的压力 但是先让他们能够了解上课的一些内容跟一些学习的一些方向 那在这边今天也非常感谢中正国小的李国民校长 非常的乐意来协助我们市幼儿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到我们中正国小来做一个小小实习的一个课堂 幼儿园和国小的生活习惯及教学方式确实是有所差异 市幼也会为即将毕业的小朋友来做适度调整 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是学习去教学活动 他们常常进行的是小组分组讨论 那他到了国小呢看到哥哥姐姐们 他们是排排坐的坐好 而且他们五岁是趴着睡觉 这个部分我们幼小衔接的部分也会带到 让小孩子在最后在幼儿园的最后一个月让他们练习趴睡 因为他们现在呢都是铺着棉被在地板上睡觉 那我们进行趴睡之后他会知道说 这跟国小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那尤其是上课呢我们会上40分钟休息10分钟这样子的课程活动呢 也会跟我们幼儿园不太一样 那希望孩子呢在幼儿园阶段可以做好幼小衔接 那到了一年级之后呢 那他们帮助他们呢在一年级的生活更顺利 不论是坐在教室里或是在大礼堂看简报 幼儿园小朋友们确实还不太能够稳定心性 中正国小校长李国民笑着说 等大家来到国小就读 老师们就会好好地教导同学 成为一个认真听讲 努力学习的最棒小学生 借路也会欢迎市报道